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的课程报名连结以及参与连结都放在slide 就放在我们同影片上面 如果有还没有来得及参加的同仁们 或是要相约其他部门同事一起来的 也可以把这个连结给他们 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免费的线上课程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会介绍如何透过Planer有效的管理小组的计划进行 指派任务还有共同作业 我们同时呢也可以随时去追踪工作的进度还有状况 提升小组的效率 另外呢也可以搭配Bookings的线上阅功能 可以在网页上面就可以查询 并且预约企业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 更且呢它可以跟私人的行事地结合 它可以自动的管理员工的工作时间 并且可以轻松掌握与客户的约会 那我们今天的讲师呢会有两位 分别是Kathleen与Quina 那我们今天呢会就把时间交给她 Hello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我是Kathleen 那我今天呢会为大家介绍Planer 然后由Quina介绍Bookings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依照这个捐杂来介绍Planer 首先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Planer 然后实际去创建一个任务 然后再创建一个指派一些 OK 然后再给管理者一些他们需要的资讯 首先呢我会先给大家看一下Planer的部分 那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是关于Quina的 好那大家看到说有一个主管Molly 她在一间设计公司工作 那她平常要面对很多的业务 无论哪一天呢她要跟很多的团队一起参与团队的工作 那假设她有ABCD四个团队 那每天呢她们都有非常多的任务要执行 那同时呢她们会透过不同的即时讯息 信件跟档案交换很多很多的资讯 那她要如何就是去统整这些资讯来 好好的管理一个团队呢 那现在完美的组织一个团队变得很困难 现在呢用Planer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来轻松的进行协同合作 那她可以透过Planer呢做到这些事情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Office 365的Planer 那有使用Office 365的人都知道 她们左上角有很多动态章可以一起运用 那这个就是Planer的操作中心 一进去之后呢她能让Molly知道所有团队成员 现在的计划进度 然后视觉化的呈现 像是黄色任务表示没有开始执行的部分 然后呢红色就是代表她们进度落后的部分 蓝色就是代表她正在进行中 绿色就是已经完结了 那Molly正在进行一个行销活动 所以她来看这个行销活动的视图 那她只要再点几下 她就可以开启这个行销活动的计划板 可以清楚看到这个计划的所有文字 那这边会显示出整个团队的工作 然后用不同的目标区呈现不同的任务 现在有个重要的活动即将要到来了 那她会在右边看到说 她希望可以提高报名人数 所以她创建了一个计划 然后把它拉到一个新的目标区 那她用任务的 她把任务用拓一的方式 用到这个工作清单之中 接下来呢Molly想要指派一个任务给邦尼 那她透过拓一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这些任务指派给她的员工 那同时呢 她也可以把放在O36云端硬叠的档案放进去 在同时呢 Prenner也可以回复同事之间的留言 那这些留言也会放到他们的email当中 有了Office 365呢 他们可以把档案对话跟工作连结 更能够帮助团队顺利的合作 那资料呢也能够更容易的保存 那如果今天Molly想要检视团队中每个人的进度 她可以从右上方的检视视图切换到每个人的画面 她只要把群组依居中的指派按钮切换过去 她就可以看到她指派给她的员工的不同任务 然后看到每个人负责什么部分 那Molly呢她会找到这些还没有指派的任务 然后用拖曳的方式一样轻松的委托给她的新成员 那如果她想要知道团队是否有跟上整个计划的进度 她可以切换成图表的界面 那她可以得到视图 视觉化的图表然后查阅每个人的进度 像今天她看到了一个成员 她可能进度落后了 那看到邦尼的进度大幅落后 那她可以随时的去进行调整 她可以直接在这个视图上点一下 然后把她指派给其他的人员 那她也可以把这个任务指派给自己 确保团队可以继续跟着进度走 同时呢有新任务的时候 Planet会传送电子邮件通知 而这个电子邮件可以在多种装置和平台中使用 所以你在外面用手机装置也不会漏接任何的讯息 帮助我们随时随地轻松的合作 我们把计划合作还有成功都连结在一起 那这就是office36 Planner的最终目标 最后就是要让团队合作有效的来运行 那我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Planner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三个重点 就是轻松的使用用视觉化的方式来管理工作 那有在用office365的人就知道 他在app启动器就能启动Planner 然后只要简单几个步骤 你就可以建立新的计划 建置你的小组指派工作跟更新状态 每个计划都有属于自己的版面 你可以在这个版面将工作整理成柱体 此外还能依据工作状态指派对象来分类工作 如果要更新状态或变更指派对象 都是用托放的方式就可以很轻松的 那我的工作呢 检视可以提供所有的工作 他的状态跟完整的清单 小组成员在合作执行计划都知道 每个人负责的工作 都很清楚的在上面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状态 那同时因为他是office365里面的应用程式 所以呢他可以将档案附加到工作 与其他人共同处理这些档案 并且针对工作进行交谈 而不用切换到其他的应用程式 那像我们的Planer可以整合单一计划中的小组成员 讨论和任何项目 你就可以不需要一直切换在多个应用程式 可以完成工作 Planer呢他是可以跨所有装置执行的 那他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致的资讯 只要看一眼图表 你就可以快速的掌握你的工作状态 并且了解整个小组工作进度是否赶得上目标 那有了Planer你就不会移动任何资讯 那如果今天有人指派新的工作给你加入交谈 你都会收到电子邮件的通知 那给大家看一下进入Planer的手图画面 首先你要从左上方的应用程式砖进入Planer 那你可以在最左上方新增一个新的计划 那使用这个计划的当作你首页进来的仕图 那你可以查看说有哪些任务是指派给你的 然后决定你今天的工作 那大家一开始进来看就会看到三个很大的图示 那这些就是你有加到我的最爱的计划 那你一进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每一个计划的工作进度 那我应该要先从事哪一个工作 那如果有新的通知呢 右上方的铃铛都会立即的跳出来通知您 那再来如果有了公司他会很多人共用一台电脑 他可能会需要说我今天登录是哪一个账号 他会需要看右上方说我现在登录的大头照是谁的账号 那当然如果这个不只是图片 你如果想要看到试图的详细资讯 你就直接点击这个试图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部分 那除了我的最爱以外的下面有你全部的计划 你更多可以直接点开来看 那你也可以把重要最近要执行的计划加入我的最爱 好那这样讲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很有趣的 那我先来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开一间店 那我一定要建立一个计划 那我们今天就用Planer来进行这个工作 好那我今天如果要开一家西法店 那我可能要先做一个市场研究跟竞争分析 那我就先用左上角的新增计划 新增一个市场研究跟竞争的计划 然后呢把它加到我的最爱 那我接下来进入首页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计划 那左下方的是我其他的计划 我在这个市图也都看得到 好今天我就奠辑了新增计划 然后可以先输入我的计划名称 再来呢设定我计划电子邮件的计划的电子邮件 那这个你输入了这个英文呢 以后就是这个Planer的email 那大家可以用这个来进行沟通 然后是否要公开此计划 让所有整个公司的组织都看得到这个计划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描述一下说 你的计划是用来做什么的 让大家知道今天我这个计划是拿来做什么 那像我今天如果是要开美法店的话 我就是为了争取商计 我需要做一个市场的研究 那建立一个计划 那同时就是建立一个新的Office365群组 那让你更容易的跟你的原本的成员一起合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建立了这个Planer之后啊 你在你的邮件就可以看到说 右上方这个图示 你可以用像邮件的方式 看你每一个在里面的交谈记录 然后同时呢 因为他是Office365群组 所以他也会带给你OneNote Outlook OneDrive跟其他Office365应用程式的整合 那像是笔记本OneNote的部分 他也会合并在一起 好那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计划 就要开始建立一个任务来指派给你的成员 那像是我们进入这个计划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目标区 像是市场研究跟竞争分析 那按了加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新增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新增任务的时候 他会需要你输入你的工作名称 还有设定这个工作的到期日 给他一个进度的截止日 那我们点选之后会跳出直接选取日期的图示按钮 再来就是指派工作分派给你的成员 点击之后呢 他会列出你所有组织里的成员 那就算他不是这个群组的成员 他也会列出来 同时呢你如果把你的成员加进去 他就会变成自动变成Office36群组的成员 那我想问一下Katlin 那在指派 我可以在指派工作前呢 就把这些成员都预先加入进去吗 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 右上方其实有一些成员的图示 那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建立计划的时候 就把这些成员先加进来 然后我们再依照这些成员来指派工作 那右上方呢 我们点击之后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整个公司组织的人都加进来 那他的大头照图示就会在上面 那之后呢 我们指派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直接从他的大头照这样拉下来 就可以把这个任务轻松的指派给他 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 任务的部分 我们建立完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计划首页看到所有的详细资讯 那我们可以再点击进去 然后编辑更多详细的资料 那我们会看到说 刚刚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制定的部分 像是他们他的进度是不是在进行中 然后他的开始日期到到期日期 那有没有checklist就是检查清单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说这个计划的描述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OneDrive里面的档案或者是连结直接加到我们这个任务里面 那这边就可以像对谈一样直接收入你的讯息 那这边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说 如果我这边就是有key一些讯息要给我的成员知道的话 他同时也会在我的outlook里面 变成一个邮件的方式 然后记录在这边 那就算成员没有直接进来planer 他也可以透过他的outlook来看说 今天我的成员新增在哪一些交谈记录 再来大家会看到右上方有很像变迁的东西 那这个变迁呢其实也很好用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计划设定一些变迁 像是桃红色可能我就把它设定为需要检讨的部分 核准的部分然后红色是检讨的部分 那这个变迁呢我们只要建立了之后 就可以在所有的工作中使用这些标签 例如说我把桃红色设定为核准 那我们就可以在其他所有的计划里面都把需要核准的部分 用这个桃红色的标签记录下来 那大家以后进来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说 哪些是我需要检讨的部分 然后哪些是需要核准的部分 再来呢这个就是说如果刚刚是用目标区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指派人的角度 像是刚刚Molly他是一个主管 他需要看说每个人的进度 那他就可以在右上方去做切换 然后可以看到说哪些工作是有落后的 那哪一些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要执行的计划 不同的角色会比较需要不同的仕途 那可以看到说你自己的工作有哪些是还没有开始的 哪些是正在进行中哪些是完成的 那你这样子分类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我现在该做些什么 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管理者需要知道的资讯 那大家听完就会很好奇说那到底有谁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呢 那如果像是我们E1 E3 E4跟E5 企业版还有教育版商务基本版跟商务进阶版的使用者呢 Planer都是随附在里面的 所以他是一个免费的应用程式 大家就可以来试用 那管理员呢他可以轻松管理Planer授权 新增会移除个别使用者的授权 然后或者是他想要停用某个人的Planer都可以 就是像一般管理用程式一样轻松的去做管控 那如果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创建一个Planer 创立新计划也会同时创立一个Office36群组 那删除计划也会永久删除Office36的群组跟它的内容 这是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包括储存在群组的OneDrive位置 交谈跟群组笔记本中的档案 如果你删除他也会并去删掉 那我想问一下Cathleen 那如果之前我已经有O365群组的使用者 那我可以利用现有的支援来使用Planer吗 嗯当然可以啊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组织已经在使用Office36群组的话 那每个群组他现在其实就预设会建立好一个计划 那就像他群组建立起来就已经会给你一些形式立笔记本 和OneDrive位置一样 Planer他也是预设会给你的 所以大家刚刚进来这个首页视图可以看到说 左下角有很多所有计划 那个就是组织中你说的Office365群组 他会自动给的计划 所以你可能想说我怎么还没开始使用计划 我进来就有很多计划 那这个就是预设的 那刚刚有提到停用Planer的部分 那Planer就是预设是启用的状态 那你可能会需要控制说你想要将Planer授权指派给哪些使用者 譬如说有的公司他组织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时候要使用 那你要暂时移除部分或所有使用者的授权 当然你可以使用Office365管理中心轻松的就是像右上方一样 然后把它的那个按钮点掉 那有的公司人数比较多 那会建议他使用Powershare的方式来disable 那他的产品编号是project work management 那如果有客户需要就是一些特殊的条件 想要我们来协助写Powershare也可以开case过来给我们 我们会协助您这样 再来就是一定要提醒的部分就是删除任务 那删除任务是没办法复原的 如果你不小心删掉就是需要开始重新建立 就是要提醒大家 那删除任务就是右上方那个三个点点就是更多的意思 那下面就可以删除我们已经不需要的任务 那删除计划呢 删除因为刚刚说了Office36群组就是一个计划 所以你删除一个计划你就是把Office36群组也一起删掉 那所有里面记的资讯也都会需要删除 那假设我今天不是管理员我只是一个成员 我不需要再执行这个计划 那你就你不能去删除这个计划 你只有离开计划的权限 那如果你是管理员角色你需要删除整个计划 你可以把它删除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唯一的管理员 你要离开计划你就要先把你的管理员角色移转给其他人才能离开 就很像我们平常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离开我们公司 我们需要交接好我们的工作才能就是离开 那再来就是有很多使用者会提到的部分 他说如果我的使用者没有EChange Online信箱可以使用Planer 因为看到刚刚有很多的画面都是像是Outlook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Hybrid的环境你可能会有EChange Online的信箱 或者是内部部署的信箱 那要注意的是就是有EChange Online信箱的成员 你才可以使用Planer的完整功能 那没有PlanerEChange Online信箱的Planer使用者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譬如说他在工作中检视或新增注解可能会遇到一些受限制的地方 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建议大家 让使用Planer的使用者同时也给他EChange Online的授权 这样子才能完整的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把Bookings交给Cleaner来做介绍 大家好 那我接下来呢一开始会先从MicrosoftBookings的介绍开始 那Bookings是在2016年7月开始释出的 那现在目前能用的授权版本呢是商务进阶版的部分 那未来呢可能会导入到E3和E5的部分 那Bookings呢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拉近客户与公司的距离 那我想先问一下Catelyn 平常像平常现在已经有很多现有的一些预约的网站 不知道您会想到哪一些呢 像我平常都用E3Table啊 然后订我的餐厅 还有或是直接去店家的网站去booking他们的饭店啊 那他讲到了呢目前都是一些非常 现在已经非常多人在使用的 那Bookings呢究竟比较特色的功能有哪些呢 我们看下去 那最主要呢我等一下会介绍四个比较有特色的功能 第一个呢是可用性的部分 那其实刚有提到Bookings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包含在商务进阶版里面的 所以您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去外面购买另外一个服务的 接下来是便利性的部分 那客户呢其实能够轻松的预约公司的服务 那不必再额外花时间去透过电话的方式来预约 那像过往呢我们可能都是会拿着先去找店家的电话 然后再开始拨打电话 那如果比较像有些热门的电的话 其实您是需要拨很多次的电话才有可能拨通的 那除此之外你可能还需要等待他们的营业时间 您才能够去做booking的动作 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Bookings它就可以是用网页的方式 那轻松比较轻松的在您有比较有空的时间就可以做的 接下来是结合性的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其实Bookings呢 它其实是可以结合我们eChange Online的行事令 那让员工是比较方便的安排自己的行程 比如说今天员工可能需要请半天的假 那他其实在自己eChange Online的信销上面把它设定为忙碌的时候 其实如果他管理员有设定他会去参考他的个人行事令的话 其实他在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客户也是会没有办法预约这段时间的 接下来是管理性的部分 那等一下会看到Bookings上面的行事令的视图 其实您可以他会比较轻松的管理所有人的时间 还有您们所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那Bookings呢主要有这三大区块 那刚刚Catelyn所介绍Planer的时候有提到 我们是以一个理法店为出发点 那我接下来也会以理法店为出发点继续往下讲Bookings的部分 Bookings呢三大区块第一个是顾客的部分 第一个顾客的部分呢 他其实在任何装置上面都可以去预约服务 那刚刚有提到是理法店 所以可能有减法 烫法 蓝法 跟洗法的四个大服务 那在上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这些提供的服务 他所需要的时间 花费 还有他额外的资讯 比如说我可以在上面打说 我们有可能有一段期间是会做折扣的动作 那这就是客户所看到的视图 那左边是手机 中间的话是他的那个网页的部分 那其实上面是非常 下面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他可以直接选 从上面开始选他所需要的服务 然后开始选他时间 还有他需要的服务人员 接下来填入他客户的资讯之后 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接下来是公司所看到的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说 公司其实是方便管理每一个员工的 那在这上面看到 譬如说我现在有六个员工 那其实我可以看到当天 就有三个员工的某些时段 是已经有人booking的 那他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忙 那也可以轻松的看到说 可能有一些员工 其实今天是没有事情 你可以额外的指派一些工作给他 接下来到了demo的部分 demo的部分 一开始我们管理员 要先去开一个booking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理法店的部分 那理法店我们刚刚上 左上方会有一个下拉的选单 那选单中会有两个选项 上面那一个是新增的部分 也就是我可以在额外开一个 像店面 譬如说我底下可能会有理法店啊 或者是 美甲店这样子 那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 那下面开启的部分 就是你已经开的 已经开的booking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要切换的话 是从下面那一个做进行切换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开理法店为一个范例 打开这个试图 打开以后呢 他会有公司名称 还有他的公司的类型 可以进行填入的动作 那譬如说我们在上面先填了理法店 然后还有我们的呃 类型可能就是美容相关的 那queena我想问你 因为我这边有客户反应 说他在命名商店的时候 会没办法继续 请问这个命名商有什么限制吗 好 可以的因为这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在上面呢 他其实是只能用英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一旦创名下去之后呢 他其实是会帮你开一个信箱的 所以说他其实不能够使用中文 你一旦输入的是中文 其实他上面不会跳任何错误讯息 但是你没有办法继续按继续这个按钮下去 所以非常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只能填英文的 好接下来就是一个部分的首页的部分 那首页呢他会有一些比较快速的设定的地方 然后呢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30天内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已经进行的预约啊 或者是我预估会收到的钱 还有他已经成功的客户 那这是比较一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快速的到达任何一个设定 以及看一下这30天内的一些资讯 好接下来到形势力的部分 刚刚也其实也有看到形势力 那这边呢所有的员工的形势力 还有连结构的形势力都会在这个地方所呈现上来 那比如说其实上面b有一块他是忙碌的 也许他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有一个安排 所以他其实是会显示忙碌的状况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上面有区块已经有人booking或者是他已经设定忙碌的状况下呢 在右下角是客户的页面 其实是会看到这个呃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选的 那如果说客户他其实没有特别去选说我需要哪一个呃哪一个人来帮我执行这个服务的话 其实他是会随机指派的 好接下来到了呃预约页面的部分 那预约页面呢一开始的话我们要先储存然后发布出去 发布出去之后呢我们会取得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也就是发给客户 客户可以自己呃点下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些客户的视图 所以这边其实你会看到他的连结其实是会带那个信箱的 所以其实他是不能使用中文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cater平常在facebook 因为现在facebook上面都可能会有很多呃好吃啊好玩的地方 那不知道您看到了之后您可能如果想要去这个地方会做哪一些事情呢 那像是有时候我们聚餐啊会要求我去订一家餐厅 那我就会在餐厅的营业时间 然后打过去询问说有没有位置这样 通常我们一般是这样做 所以其实呢我们会花掉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个餐厅你可能还要去查他的电话位置 还有他的呃营业时间 因为他可能不会符合你预期所需要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他可以连结到facebook的部分 那一旦连结之后呢就会看到facebook上面会有一个booking now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其实就会导到booking的画面上 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以过往来说你可能要花非常多时间去摄取他的他的一些资讯 那现在可能都可以跳过那你不必再特别拿电话起来打给店家这样子 接下来是额外的设定的部分 那这些设定的比如说可以设定一些我缓冲时间 比如说我做完这个工作之后 那他可以休息多长的时间 比如说我洗完一颗头 我可能要休息30分钟才能洗下一颗头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他还有一些自定页面上面的画面 那比如说他可以用他的颜色啊 觉得哪些颜色比较符合你们公司的一个形象这样子 接下来是客户资讯的部分 那客户订阅完以后呢他会自动的加到这个列表里面来 那他里面就会带顾客的他所之前填的 那email他是必填的栏位 所以一定会有email 那他可能会留下他的电话 那你可以再针对这边去做一个联系客户的动作 那右边的是客户预约成功之后 他会收到的一封信 那这一封信会附带一个行事例的项目 那其实他也可以加入到自己的客户自己的行事例里面 那里面就会有他预约的时间啊地点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资讯 那他也可以从下面的管理 他的预约呢去做取消或变更的动作 下一个是员工的部分 这边呢可以管理你所有的员工 那这些员工不一定是要在欧三六五里面 他也可以是欧三六以外的人 那在这里面员工呢有分为三个角色 第一个是系统管理员 也就是他同时拥有欧三六五账号 然后还有booking的管理权限 所以他是可以进到这些 刚刚设定那些行事例啊 或者是预约页面的功能 接下来是检视者的部分 检视者他是拥有欧三六五账号 但是他没有booking管理的权限 第三个呢就是所谓已经没有欧三六五账号 他可能是外面的员工 那他可能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你也可以加入他的部分 那接下来这个选项呢 会影响到bookings里面到底会不会使用到 他自己个人的活动 比如说刚刚我如果有勾的话 他在上午安排了一个休假 或者是额外的私人活动的话 其实是会看到的 那如果他说他不希望他自己个人的行事例 跟这边做结合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选项拿掉 那其实他自己在行事例上面做的任何动作 在这边都不会看到 接下来是这个员工的工作时间 那这上面他可以使用营业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店有营业的时候 这个员工就会上班 或者是说这个员工固定会修 这几天的哪一天 或者是他都上上午班下午班 这边都可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 那调整完之后他在booking时上面就 他预约的时候就不会预约到他没有上班的时间 那接下来是服务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提供给客户预约的服务有哪一些 那刚刚的图示上面就会有 减法洗法烫法跟染法的一些服务 那在这些服务可以做哪一些设定呢 第一个是执行的人员 那我可以设定说我有 譬如说我有三个 我本来有五个员工 那只有三个员工可能他会做一个减法动作 他可能是设计师 所以我就会在这里面把这三个员工设定进去这样子 接下来是执行时间和缓冲时间 也就是说他执行这个服务需要多久时间 那像是我如果剪头发的话可能需要花30分钟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写30分钟 那缓冲的时间的话 可能说他剪完以后 可能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缓冲的时间 有可能会delay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还是会设定一个时间这样 接下来是位置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小就是小房间 譬如说是那个诊所 诊所就有可能会有几个不一样的诊间 那这边就可以设定位置的部分 那就就是执行这个服务 他会在哪一个小房间里面 接下来是价格的部分 因为不一样的服务会有不一样的价格 那比如说我们剪头发可能就是比较固定的价格 那我就可以用固定价格直接设350块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染法可能有不一样的染法 譬如说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能需要用300 就是一个起始价格 可能就是最低就是多少钱起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是每小时 以小时计算的费用啊 或者是免费 或者是需要你打电话给我们 给我们确认的 这边上面都会写 那最后一个设定的部分呢 是商务资讯的部分 那这边就是公司的一些资讯的设定 在客户看到了这个画面 其实他的资讯主要是最上面那块 跟最下面那一个部分 那在下面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譬如说我的公司的一些网址啊 或者是一些隐私权的URL 或者是公司的电话 其实都会显示在最下面的部分 那客户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还有他的地址 我的公司是在哪个地方 这边都可以做一个设定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是最上面的部分 最上面呢主要就是你们公司的标志 还有你们的一个名称的部分 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名称是没有办法设定英文的 但是呢那个其实只有在起始设定的时候是不行的 这边其实他设定完以后建立完信箱 这边其实是可以改成中文的 并不会影响到信箱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说因为其实台湾的公司大部分 可能还是以中文名称为主 所以你可以先设定完你们的信箱名称之后到这边 再把它改成你们真正想要的中文名称 然后记得在预约页面的时候要再去储存 重新发布一次他才会生效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营业时间的部分 营业时间也是在这个地方做设定的 这边就会影响到刚刚那个 右边下这张图是员工 刚刚员工提到的那个 他如果是有营业就有上班的状况 那这边在设定的时候也会一并的影响到那一边的设定值 那其实O365有这么多的服务啊 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可能就是Planer跟Bookings的部分 那我想问一下Qinna 我们微软这么多产品 请问你觉得我们要如何使用Planer跟Bookings 在于什么时机使用比较恰当 因为其实蛮多客户都会觉得我们产品非常的多 可能会比较搞不清楚到底现在是要用哪一个服务 比较符合你现在的状况和需求 那我大概简单的统整一下刚刚所提到的部分 那刚刚Planer的部分呢 可能是比较符合在用在组织内的一些计划进行 比如我们刚刚开理法店到理法店去提供服务的时候 这个流程当中呢 我们在开理法店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计划 还有一些任务需要分配给底下的每一些人 那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在我们进行一个内部的计划的时候 比较常会用到 那还有就像说我理法店之后可能会提供一个 比如说什么中年庆啊 就是会有一些打折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可能就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些美术啊 比如说看板做广告啊 然后还有就是去进行一些活动的计划 那在这个地方也比较适合用在Planer的部分 所以Planer其实是比较适合用在公司内部的一个计划进行 那Bookings的部分呢 其实Bookings的部分呢 就比较符合在我们提供客户的服务 也就是公司与外面客户的对外的一个功能上面 会比较常会用到这个部分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的话用法上面呢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他们一样都是管理员工 但是管理的方式还有他提供的功能是非常截然不同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大概的总结就是这样 好 那我这边呢 有看到有一些观众有问了一些问题 那我在这边回答一下 像是Office 365群组啊 我们预设给大家方便 所以建立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建立说小组网站 OneDrive还有电子邮件 那有的管理者可能会觉得很困扰说 我的组织就是出现了一堆我不知道的小组网站 那我不知道怎么控管 那当然就是有的公司他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的 那要需要透过指定来关闭 所以你的使用者如果想要创立就是Planer啊 Teams或者是Bookings 然后发现不能用的话可能要跟你的管理者做沟通 再来就是有人问说Planer的群组的管理员如果授权被移除了还可以去管理这个Planer吗 那如果管理员的授权被拿掉了 那全域管理者呢 他还是可以在他管理界面看到这些群组 那他就可以在里面进行就是重新指派这个群组的成员还有管理者 所以授权被拿掉的东西还是会在 那可以透过全域管理者的方式呢 再重新指派回来 然后有人问说Planer只有网页版的吗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Planer其实是可以化中指的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是Android啊 iPhone的话都可以去下载Planer的App来用 那在电脑版的部分 就是在网页版 因为目前还是整合性的部分 所以他目前还没有电脑版的下载应用程式 他还是Bookings跟Planer都是主要还是在网页上使用 那我看到有人问Bookings的授权部分 请Quina回答一下 那我有看到Bookings有人问Bookings的部分 教育版现在有吗 现在目前还是没有的 现在目前就只有商务进阶版是有这个功能的 那未来可能会比较导向 会先从E3跟E5开始进行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Planer要拿来做专案排成进度 可能不可以达到Project的功能 那大家刚刚可以看到说Planer的部分 比较像是 我觉得比较像是主管会需要的部分 他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大概的进度 然后还有这个进度这个计划的任务 是指派给谁 然后是做什么事情 可是Project的部分比较不一样 他还会有一些进阶的功能 所以就是看你的角色适合哪一个产品 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我有看到有一位 听到他说如果使用Bookings的同仁 都一定要用商务进阶版吗 有些同仁是基本版 因为其实他在选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他这个人一定要有商务进阶版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 他其实是可以外部来宾的使用者账号 所以他不一定都要 但是他能不能进去Bookings的页面 那就取决于他有没有这个授权了 对然后我要提醒一下是说 虽然你有Office单列 我就可以使用Bookings跟Planer 但是我还是建议说 有eChange Online授权的人再来使用 因为至少你组织里面一定要有人有eChange的信箱 才能组织化的看到这些功能 不然他可能 他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他可能用到基本的功能 那像是Planer的部分 你其实也可以邀请外部的来宾 来一起协同合作 就像是如果他只有Gmail的信箱 他没有用Office 365 你也可以派任务给他 但是他可能有一些交谈的部分 他就不能进来看 但是他还是可以收到这些信 就是大家取舍一下这样 然后有人问说Bookings的同能 都一定要是商务进阶版吗 有的人问说他们的授权都一定要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用一样 因为刚刚有提到 就算是完全没有Office 365的来宾 他也可以一起使用 那如果他只是要预约的话 他是外面的人 他只要看得到你的网站 他都可以进来预约 但是我也看得到那个时候 你们可以认为 都可以认为 如果你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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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之有有授权的人他才能同时是 解释者或者是管理者的部分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都可以直接私讯给我们 我这边会看得到 好 有的人询问说 Teams中新增的Planer所影标签要如何到Planer去看 还有反过来说Planer的内容可以在Teams新增到Planer的标签去看吗 那你在Teams新增的Office 365群组的东西都可以在 譬如说我在Teams新增Planer 那我到Planer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的 那你就会看到说你进Planer的时候 左下方有你所在O365群组建立的东西 那你就直接点进去看就可以看到你之前新增的一些一些资料 他们都是会同步的 那大家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好 那看来大家好像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都没有收到大家其他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想不到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呢 也可以先填写在问卷里面 或者是呢在我们开放问题到10点57分在5分钟 那在11点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网路直播给关掉 关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大家有在填写问卷的话 会被跳转到重新跳转到只有问卷的页面 所以呢请大家如果说要填写的话呢 请在11点填写完或者是等跳转之后再填写也可以 那这段时间我们还有5分钟都开放让大家提问 可以提问在QA地方或者是群聊地方都可以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多多给我们回馈跟建议放在我们的问卷里面 那大家记得多多填写问卷 那我们也会说出好理 那如果说今天已经是我们第四场的webinar 我们的Office36轻松学 那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报名我们接下来的场次 接下来的场次呢也会非常的精彩 我们一路呢会直接上到明年的5月 也就是说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礼拜四 多欢迎大家一起来上线来提升我们在Office36里面的工作效率 或者是更认识我们的产品 那知道它可以怎么样的运用 好那看来大家好像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等到10点57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网络直播给关掉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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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的 见到